畫面中濃濃黑煙不斷從屋內竄出 消防人員鬥場趕緊繽紛多路 一邊鋪設水線撒水灌救 一派人馬則進到屋內協助還沒脫困的民眾 突如其來的火警意外嚇壞不少人 有媽媽抱著小孩不斷安撫 還有民眾待在陽台等待救援 發生在16號近清晨5點 台北大安區通話街某處巷弄民宅5樓起火燃燒 消防進入搜索時 發現屋內有兩名女子一名以意識不清 倒問門口沒了呼吸心跳 一名則在後側陽台一併送醫急救 目前應該說我看到燃燒的範圍 大概目前有客廳 然後跟這個應該是走道靠近 通往房間的這個附近 都有燃燒的一個跡象 那所以我們目前也有進入後 有將兩名救出送醫的一個狀況 消防人持續向上搜索 到達6樓再協助親民民眾脫困 這位活警共造成四男五女 其中三人送醫治療 詳細的起火原因人隊調查釐清